华律師 是 究竟是否一定要大學畢業才可以做陪審員 不是的 如果你是香港居民 年滿21歲 但是不超過65歲 如果你是精神健全 也沒有其他的缺陷 例如失衷 失明 加上有良好的品格 同時你對審訊時所用的語言 比如說中文或者英文 你是能夠熟悉的 就可以做陪審員 陪審團的數目是怎樣定的 是否一定要單數的 多數都是7 如果9 案情嚴重的時候就是9 譬如有些人缺席 突然間有事 不能做到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跌到8 或者是6 但是最小的陪審團人數一定是5 如果被選做陪審員 然後拒絕做 是否犯法 這個是一個公民義務 如果你選中了 你拒絕的話 亦都是沒有理由不讓法庭接納的話 最高罰款是可以罰5000元 但如果你是出出拿庭 無故而去 又沒有得到官的批准的時候 那就可能是藐視法庭 森榮 你這樣問 你是否想拒絕做陪審團 嘿 當然不是 想想想 我將來一定有機會做法庭的戲 今次做了陪審員 吸取經驗 但我將來做戲都一定有幫助 但是拍戲和現實的生活是兩件事 如果你做陪審員的時候 一定要審診和業縮 亦都聽清楚法庭所說的東西 這樣才會盡責 我出了名字 為人細心 做事認真 放心吧 不過不知道呢 到時的律師 有沒有黃律師你這麼英俊呢 比較難處處 那些花真的漂亮了 梁家琦的花很漂亮 我送給你嗎 那些花是送的 他們真的很熱情 看過 喂 他寫著是送給學哲學飛四位主持人 真是我肯定 要是這樣 我們每人把花輪樓拿回家放幾天 那夠公平了吧 一點都不公平 我們有四個主持人 輪到第四個的花不是全殘嗎 不然這樣 你有沒有止痛藥 你肚痛嗎 當然不是 止痛藥可以延長花的壽命 你不知嗎 很多女生都喜歡收花 可惜一般花束擺幾天就會丟借 不過坊間流傳在水裡加入止痛藥 就可以延長花的保鮮期 究竟這個說法是是還是非呢 學是學非 明必是非 為了驗證這個說法是真還是假 所以我們就準備了止痛藥 另外坊間流傳幾種物質 一樣可以延長鮮花壽命 包括爸爸來不來會飲的啤酒 還有做家務時會用到的漂白水 還有平時我很喜歡 嗯 的白砂糖 為了延長鮮花的壽命 我們一定要查出哪個方法最有效 嗯 我們分別在水裡加入止痛藥 啤酒 白砂糖 還有漂白水 接著插入玫瑰花 之後再慢慢觀察它們的生長情況 對方 實驗到了第四天 看來坊間流傳的止痛藥和啤酒 都不太好 等花開始孤黃了 不過這袋加入了白砂糖的玫瑰 顏色依然很鮮艷 實驗已經來到第七天 第四天 首先看看止痛藥的這一支 好像你這樣 頭睹睹眼淋濕 領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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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樣,盧教授 好 盧思聰教授 擅長破解所有花花草草的問題 不是每種止痛藥都可以延長花的壽命 只有含有阿士巴靈成分才可以 因為阿士巴靈的結構 就跟植物的一種荷爾蒙 叫水洋酸很相近 水洋酸可以幫助植物對抗疾病 亦都可以壓制一些令到花位凋謝的 荷爾蒙叫穴氣的橙身 但因為阿士巴靈的一種止痛藥 所以可能就令人誤解 以為所有止痛藥都有這樣的功效 據我說 當然是家廚房 隨手拿來的白砂糖效果最好 你不見這枝花頭沒那麼好嗎 但糖是沒有阿士巴靈的 究竟為什麼呢,教授 其實這枝花不是綠色的 所以不能進行光合作用 如果我們在水裡加些糖 就會提供養分給朵花 它就會生得好一點 啤酒裡面有酒精 加上漂白水這些都能夠殺菌 所以應該會生得好 但你們的試驗做不成功 可能份量落得不對 你落得太多漂白水 這樣都會殺死坡植物高 嘉琪,你喝那麼多水 弄得不停去廁所? 我想幫自己身體換水 排走毒素 再加快新鮮健康的水 這樣就可以永遠靈爆了 人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聽過 水種植物是要保持著換水 這樣才可以保持新鮮脆綠 是不是真的教授? 水種植物也不是要整天換水 因為如果你天天換水 其實那棵植物就要每天適應 因為它的根部都要釋放物質出來 那你天天換水的話 它就很難去適應了 喂 你為甚麼剪了頭髮?想落下頭嗎? 甚麼?別人為你好 你的頭髮黃成,那一定要剪掉它 好像那些植物一樣,要剪掉黃葉 否則吸走植物的養分 加到其他葉都會黃買的 來吧 不要攪拌,先問專家 變黃的葉 其實就不會吸走植物的養分 那葉變黃其實也是一個正常的生存代謝 那如果因為美觀的緣故 你可以撕走那些葉 那如果葉變黃是因為有病 那就最好盡快撕掉它 因為那些病菌就會傳播到整棵植物裡面 學士學非主席人收花 又有花收 喂 喂 韭菜花 西蘭花 椰菜花 怎麼搞的? 不要發瘋了 我幫我來做實驗用的 喂 可不可以拿來給我回家煮飯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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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學生平時解字多 沒有經過它做中文的實驗 對啊 一條雪條一枝雪條 兩個說法都可以 但一條鏈一枝鏈 一個對一個錯 對 對啊 讓我先問一下 Ben Sir 究竟有什麼實驗可以分辨枝和條的用法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們有個貿誤 經常以為中文是沒有文法 其實就不是 現在就讓我來示範一下 怎樣分開枝和條的測試方法 首先我們要列出只得一個對 另外一個錯的例子 一條繩對 一枝繩錯 一條頭髮對 一枝頭髮錯 一條頸鏈對 一枝頸鏈錯 一條不錯 一枝不對 一條螺絲批錯 一枝螺絲批對 一條咪錯 一枝咪對 接著我們就要抽出同條配合的名詞出來 同枝配合的名詞出來 錯的那些我們就拆走 你們有什麼發現 我知道 頭髮、頸鏈和繩 都是軟身的 那就是條 而筆麥 本身是硬的 所以容姿 至於雪條方面 固體就自不然堅硬 吃一下吃一下 融化了 那就沒那麼硬 所以 一枝雪條和一條雪條 兩個說法都可以 我總不相信 什麼都測試得到 吃完飯吃了飯 意思根本就是一樣 那圓和左有什麼不同呢 每個語言現象背後都有其恩友 表面毫無頭緒 其實背後很有趣 今次我們把圓和左 放在一個句子裡 接著調轉為字 看看有什麼發生 這兩個說法 哪個對哪個錯 第一句 吃完飯 對 第二句 吃了完飯 錯 句子 吃飯這件事 原了 對的 吃飯這件事 左了 錯的 這兩個句子顯示 原可以做動詞 左不能夠做動詞 總結 原、左 兩個都是跟著動詞 雖然意思一樣 但身份就不同 原叫做補語 左叫做詞尾 而我們的語法測試 到這裏就完了 Ben Sir 那這些中文語法測試 可否寫成一篇博士論文 當然可以 你寫了出來 我們就沒有距離 Ben Sir說 我可以寫 你剛剛說這個和字 和這個和字 有什麼分別 你終於留意到 細微細銀的細節位 正所謂以小見大 小題大做 大學問就是由小題目做起的 兩個字和和 聲調差不多 但意思大不相同 例如 家旗漂亮了和 嗯 Ben Sir你終於讚我了 別開心著 先聽清楚 句子是說 家旗漂亮了和 用第五聲和 表示我只是 複述別人對你的評語 而我只是 將自己從事件中抽身出來 所以我不一定認同 你漂亮的這個狀態 嗯 我明白了 如果Ben Sir說 家旗漂亮了和 和 和是第三式 即是說Ben Sir很堅定 認同說話的內容 即是說 家旗漂亮了 美恩和家旗很不同 你真是聰明很多 和 多謝Ben Sir 對呀 嗯 Ben Sir 我還有一個問題 請 為何你的課室 從來都沒有學生來上課 這些無意義的問題 只會浪費我追尋學問的時間 失陪 好 哈囉哈囉 先生 最後一個訪問好嗎 請問你呢 有沒有看學時學飛 學時學飛 有看呀 好好看呀 那你最喜歡學時學飛哪個環節 那當然是科學驗證 可以學得很多東西的 對呀 你很有體驗 一看你的樣子 我就知道你很喜歡看學時學飛 為甚麼呢 漂亮的 你主持人當然好看呀 認得你是法拉嘛 對呀 對呀 我和他都很像 咦?不是豬船 我也有豬船那麼高的 那我呢?那我呢? 嘩 翠如呢 嘩 一樣樣子 那我呢?那我呢? 行了行了行了 謝謝你接受訪問 看你的觀眾對我們的了解 真的不是太深了 喂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下一集 一件以自己來做主題 拆解大家對我們的貿易 迫些故事 還要對我們有深一點的了解 好主意 一起來可樂太有智慧了 拜拜 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首先之後 有些注意性 我們先來做主題 我們要來做主題 感谢观看